十元一串,烤羊肉筋十元一串,一个人这也没有 烤羊肉筋,烤羊肉筋,几分钟就能吃上 谢谢您的光临与会顾 最近的顾客您好,南门深入欢迎您的带来 欢迎您前来品尝羊肉筋,烤羊肉筋十元一串 烤羊肉筋十元一串 这个店,原来我跟杨司令来过 杨继平啊,开酒要开酒费 杨继平说再也不来了 这都几年前 我现在冒着韩风去买烧饼 烧饼里的烧饼 现在都说枝子烤肉涮羊肉 但他最早开的店就是烧饼店 我走这么远,非得到烧饼里来买烧饼 不是说他肯定 张欣他们家门口那个 就能多给一个 不是 现在什么都涨价 这烧饼里他们家这烧饼就不涨价 他把这叫金牌烧饼 他哪儿挣不了钱啊 不能让这烧饼涨价 而且最近就这两天 他这烧饼多了一层口的 以前呢就是一塑料袋 现在在这塑料袋里边加了一个牛皮纸口袋 为什么呢 天冷了 他怕附近老街坊买这烧饼回家 这烧饼凉了 两层口袋 一层纸口袋 一层塑料口袋 这烧饼拿到家里还是热的 就能吃上热的 来 所以我就宁肯多走几步 那个李承儒现在润到加拿大去了 他原来住的离得也不远 我们俩老老天 只买最贵不买最好 实际上我们做东西买东西 都是人情 都是人情 不是掉前眼里 这儿 别买烧饼 你看 前面是李济 我跟那老板是哥们 不但我跟那老板是哥们 我徒弟小潘 小班都跟他是哥们 但是 我每天偷偷偷跑这买烧饼 不然他一看我来就得说 唐爷十个烧饼 才十块钱 这不是 人家是从烧饼起家的 我现在买烧饼 买完烧饼回家 我还得收我徒弟 我徒弟做帽子 我就觉得他那帽子 我们不是做帽子呢 我们是在做一个大家庭 今天是没了吗 烧饼 来几个 十个 还来点别的吗 不要 您等会 我 我得打开 我弄得慢 我就今天还夸您呢 我说 您这烧饼冬天多了一口袋 多了一只口袋 对 就是为了怕凉了 是吧 对 对 所以在我宁肯多走几步 我也跑进这儿买了 好嘞 我弄完了 我完成了 好嘞 过来了 完成了 好嘞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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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爹 回家 爹 回家 回家 快 快 回家 真乖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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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爹有 爹有 回家有牛肉 乖 真乖 真乖 爹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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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的 这儿太冷了 太冷了 乖 乖 真乖 真乖 我快走 回家 我再接着 我先把这机器关一下 回家 我再说帽子的事 说帽子 挂皮帽 都是六磅 我徒弟开始说 做五磅 我就一步一步 引诱他 我啊 送给给我徒弟 五一一的帽子 他就以为我推崇 五一一 认为五一一帽子 就是最好的 你见我戴过五一一帽子吗 啊 五一一就是 赞助我那活动的时候 我戴一天 戴两天 我把五一一帽子 全给别人 我自己从来没戴过 我儿子呢 是学设计的 工业设计 啊 哎 我给我儿子 我儿子也不戴 嗯 所以我 我喜欢的是乔治华盛顿 号的帽子 我就不去说他怎么好了 哈 但还太贵 啊 卖几十美元一顶 三十美元 你算算 就是二百多人民币 我就老想造一个那样的帽子 啊 那样的帽子 呃 有好多原因 我就一次都说不完 哎 开 走这儿吧 开 啊 就一步一步 我认为帽子必须六磅 为什么六磅呢 六磅比五磅多一磅 这帽子的磅数越多 越多 他就越贴合头脑袋 那你说你我干嘛不造十二磅的 三百六十磅 三百六十磅更好 更贴脑袋 但是成本高啊 是吧 六六三十六 三十六天刚 朱伯介的变数 嗯 天刚之数 六呢 是最 已经没办法比六再少了 是吧 三百六十度 啊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六 三点一四 一五九二七 这是派 这是伊拉克人发明的 两河流域 苏美尔人发明的 圆周绿 世界上最早发明轮子的 也是伊拉克人 哎 走那儿吗 哎 哎 我闺你哭了 溜溜答答 溜溜答答 那我就 再多说两句 嗯 帽子必须是棉布啊 即使浑房也应该大量是棉 我们所说的那个帽子实际上是有颜帽 是棒球帽 哎 但不是劳工帽 劳工帽又叫火车帽 叫卡车帽 一般五片啊 最后边是纱川 不是纱川 就是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 豆包布啊 也不是豆包布 就跟那个什么似的 纱川似的啊 透气的 那是给工人带的 真正的棒球帽啊 那六片 全都是好的 好的棉布 嗯 帽的底上有一个小啾啾 这帽子上几乎没有金属配件 那后边调节帽子大小 那个东西是一个尼龙搭扣 现在都管它叫魔术贴 嗯 我们河北造的那个 就这种 扣就多 为什么呢 河北白州是中国最大的纽扣制造地 所以中国国产那帽子 后半截 你看都是有铜扣铁扣 呵 还有金扣呢 哎 什么日子扣八字扣啊 是有一块金属 哎 但是真正的棒球帽是没有金属扣的 或者说好的棒球帽是没有金属扣的 现在不说造帽子 我问我徒弟 我说你不跟人互动啊 哎 他岂止跟不跟别人互 他跟我都不互动 我只知道他叫金科王鼠 我认为他做帽子 应该在他微博上 和他的观 读者互动一下 我关注他一个多月了 他一条微博也没有 他微博是个空的 我关注他 他也不回关我 哎 我一想 我 你又不是计划经济 是吧 你又不是陈永贵 你种出什么的都有人买 你大债田 你一定得跟人互动啊 你看马斯科造车子 马斯科还是马克思的 马斯科怎么造车 你看那怎么卖手机的 是吧 你在这订了货 下了单 人家才根据你的颜色 根据你买256G 还是买125G 128G 还有个512G 人家好给你下料 好物流 这才有人性 这才叫国际互联网 嘿 你那个东西 跟我说不用 我到 等我帽子造出来 提前四天 您帮我预热一下就行 你以为我是广告商呢 你以为我是你的大忽悠呢 你以为我是你的小喇叭呢 你完全失去了这次做帽子的锻炼 我就觉得呀 没 没流过学的人不行 我就没流过学的人 我土鳖 所以我特意跟你拉脸小孩 跟你年龄相仿 一暮迷黑的 一纽约的 你应该互动 是吧 你应该预售 应该在网上跟那个 借你做帽子这个活动 你应该收集多少多少粉丝 这些粉丝就像跟你 是一个大家庭似的 你们一同生长 你们未来尝尝的 不像我是说完蛋就完蛋 哎呀 哎呀 这有一只小野狗 你冷不冷啊 你也不回家 这流浪狗啊 就没人叫 没人养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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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山寨了一个丰田的皮毛 哎 然后叫坦克 哎 以为叫坦克 就真是坦克了 不去说它 字不去说它 还说我们帽子 帽子 简单 做帽子有第三 第一材料 质地材料 第二板饰 板饰 就是帽子的板饰 模样 是吧 五片还是六片 是尼米兹的板 还是乔治 华盛顿的板 因为棒球 就是美国人发明的 我们把男人打的 叫棒球 把女孩打的 叫垒球 其他人 美国人都叫 Baseball 都是Baseball 就是一个球 哎 一个球事 我们非得翻译 我记得好像是 七五年左右 中国才用棒球 但是我们那中学 很早就有 我们中学体育老师 叫柳德江 外号柳挫子 原来十三中 是辅人附中 辅人奉执是 洋人学校 所以很早 解放前 就一直是棒球 北京是棒球的 冠军 柳挫子后来 出名是什么呢 是 1976年地震 然后十三中 把他打成一大流氓 说他在地震盆里 交一女生俯卧称 这些就是野史 就不知道了 但我们那体育老师 的确是被警察 逮走了 镇压 然后还把那老师 押回来游街 游街 我认为是挺残忍的 一件事 把一个老师 押回他的学校 他教书的学校 让他游街 让他彻底 没脸接人 棒球呢 是改革开放 才传进中国的 棒球帽 那自然就更是了 所以第一点 也是板式 第一点是原料 第二是板式 第三是做工 这三个全好的 看似自己的帽子 学问大了 我就想 这些小孩 戴上帽子的过程中 真正 univorso 优尼沃斯 等于上一个大学 用普世的眼光 看 你啊 那次看 不可能做核酸 跟你脑部做核酸 对对对 我自己都 我自己 他这个动 你是管做核酸的 没有 那些板子不是在那看着呢吗 是是是 那你快走 多冷啊 你也不戴手套啊 快戴手套 哦 那多冷了 一会儿手冻坏了 小女孩手 别冻坏了 我的狗认识的人 比我多 我没我狗认识的人多 所以我要通过 做帽子认识人 我跟我徒弟说 你是在做帽子的过程中 让所有的人 给你提意见 你们共同做一顶帽子 有他们的心血 所以他们觉得 这帽子是一个情感的寄托 而不是说 你做一顶普世的帽子 挨着个往人头上戴 那你不成农民 陈永贵了 那时候还没互联网呢 我们是要互联网 跟人交朋友 互通信息 和人家心联心 我先要问我妈 要不要烧饼 她不要 不要这是什么 核桃 她把那核桃都砸了 砸了再给它炒熟了 我这手冷都打不开 我刚才路上 我闺女那家玩 我就靠 靠我这个 我这雨衣里边 我就穿了卷雨衣 雨衣里边 就是一件衬衣 但为什么我不冷呢 为什么我不冷呢 就一件雨衣就不冷了 我这烧饼 我就说这烧饼 我一天买十个烧饼 我早饭吃两个 中饭吃四个吧 晚饭吃四个 这是我昨天买的烧饼 就是从前天开始 大风降温之后 李季烧饼呢 在每一个烧饼里边 以前就是这么一个塑料袋 现在不是 它在塑料袋里边 又给你加了一个牛皮纸的口袋 这个牛皮纸口袋 外边再加上这个 我不光我呀 所有买这李季烧饼的人 买到家里这烧饼就还是热的 所以我说这就叫做生意 是吧 做生意做生意 不是挣钱 现在做生意啊 都是一把一利索 什么叫一把一利索呢 哎 圈钱啊 数了钱就跑 移民就你们这种移民 甭说 一到朝鲜都活不了 更甭说一到法治社会的美利坚 到那你们得饿死 饿死你们还得回来啊 然后拍什么这大夜 那大夜了 还得骗这边的韭菜的钱 不然都养不起 你在加利福尼亚那大house 我用的这机器就是这种骗人的机器 我一定要造一个便宜的 适合记者和我徒弟使用的小机器 说到这我刚才接着说 我徒弟造帽子 造帽子 我跟他说 他就以为他会造帽子了呢 他造的帽子是按照山寨的511造的 511的老板现在都换人了 为什么 原来那倒了 现在的511的工厂 代工的工厂都搬到越南去了 我刚才我有一个小的群 这小群里有四个孩子 里边没我徒弟杀和尚 因为杀和尚每天还得帮我更新我的公众号 我这个叫帽子工厂 帽子 帽子工厂 你看看就是这个 帽子工厂 帽子工厂四个人 四个人 里边就四个人 群主是我 道立的脚条天这个就是我小徒弟 他是造帽子的金科王鼠 第三个这大狗熊 是纽约的一小孩 在纽约上一个美国第一牛的工业设计学院 最后边这个这红的叫什么 这叫什么来着 火烈鸟 这个火烈鸟的小女孩在慕尼黑 是一个特别有感觉的香港大学毕业的又去德国工作的孩子 嗯 我啊经常就跟我边上的人勃然大怒 连吼带叫的 嗯 你看这都是一点一点 就这个群呢 完全就是为了弄这帽子 这帽子 这群里边讲的都是帽子的事 我认为简单的一顶帽子 不是我们这的挂皮帽 还有人告我什么挂皮帽 压舌帽 压舌帽 你这是什么帽 压舌帽 是猎帽 英国人发明的 哎 我们现在带的好多东西 比如衬衣 我里边穿的这衬衣 这衬衣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吧 哎 我别的这蒙不烂钢笔 也不是我们发明的 我们就有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 而且四大发明里边 比如这个道指 还很难说是谁发明的呢 啊 我在埃及 埃及那纸沙草 到现在世界上这个paper这字 就是来自纸沙草 埃及人还说是他们造的呢 我们蔡伦是汉潮 埃及一有历史就有纸 啥潮纸 嗯 还接着就说这个造帽子 我说 你 尽早尽快给我帽子样品 在微博头条 发和平家合作社链接 哎 这孩子哈 以前卖过那个T恤衫 他就建了一V店 那V店呢 是我的 我的微信啊 的公众号 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徒弟沙草上保守 当时是出版社的一个女编辑做的 后来呢 呃 为什么做那个公众号就是想卖东西 现在人做公众号全是卖东西 啊 卖书 卖酒 什么都卖 啊 我就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挺不好意思的 我徒弟沙草上也反对 但是最初注册公众号的时候 拿我身份证的时候 我徒弟没去注册呀 这个公众号是叫唐世增 啊 是叫和平家 但是人家出版社弄的呀 现在已经积攒了好几万粉丝啊 我徒弟最后就说 师父咱把它买回来吧 后来就是我掏钱 把这给买回来的 买回来损失挺大 买就得靠钱呢 是吧啊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唐世增的这个 我徒弟就说我们不卖东西 嗯 由于有上次微店那件事 我就对店特别的反感 嗯 我这个造帽子的徒弟 他马上弄了一店啊 叫和平家授权微店 我就反对 我说怎么能叫微店呢 不能叫微店 要么叫公社 要么叫供销社 要么叫合作社 哎 最后争论半天 听从我的叫合作社 现在党都号召 号召开合作社 因为一涉及到店 就是挣钱了 而我们是合作社 合作社是从互助组 到合作社 到高级社啊 那个 那歌怎么唱来的 咱们的天 咱们的地 咱们的锄头 咱们的里 心恋心来 重上大家的地 我不会唱了 又是金光大道艳阳山 我们共同富裕 共同制造一个东西 所以叫和平鸭 合作社 大家合作 造一个帽子 造一个帽子是玩 不是卖东西 所以我跟他说 尽快给我帽子 样品 在微博头条 和平鸭合作社 互动 现在是大风戴帽子的季节 他跟我说什么 要等等 不用预定 提前三四天预热 我在校对颜色 校对个基本颜色 你颜色才是跟你大师兄 小玩闹 印刷学院的小玩闹 刚学的 不就攀吞吗 来你 你校对什么颜色 要到多少号 什么什么 我就急了 我说手机预定 现在卖手机预定 卖汽车预定 卖帽子更得预定 为什么帽子要预定呢 因为你做这个帽子 实际上是大家用共同的心血 大家一起玩呢 做帽子 就像一个大家庭 你看德国人卖 Mercedes 卖Volkswagen 卖BMW 比如一家 他是奔驰的用户 世世代代买奔驰 为什么 他跟奔驰的公司 形成了血肉的关系 他们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不是买卖关系 不像我们这一把一利索 是吧 今天你看我们十二百 标上这些店 今天叫百年卢主 明天叫那么百年 百年那么的什么东西 整天换名 他取名的时候就想骗人 然后关门的时候 自然更是骗人 卷钱 卷钱就走 我说这话的时候 没留过学的 这个跟我一样土鳖 在合肥的 我这群里不四个人吗 一个在纽约 一个在慕尼黑 一个在合肥 一个在北京 我就说像我这种土鳖 他就说不用 不用 到时预论四天 我就开人卖帽子 那你是一买卖 你是卖帽子 我就他妈急了 一切等我消息都在精确 确认之中 你戴过几顶帽子 你戴过几顶帽子 那天我展示我的帽子了 我说手机预订 汽车预订 你不预订 真他妈low 我最常用的字就是low low low就没办法说了 这时候那个小女孩 慕尼黑的就说 我也在学习 511哈利先生说 你要控制好成本 大校 就是CCTV邓大校啊 是CCTV技术部主任 是CCTV的总工程师说 您的技术指标和操控要求 还要具体细化 说话少 不说否定 明确了谁要做什么事项 感觉这两位真是做过项目 能把人解决方案带出来的人 其实啊 第一个是哈利 哈利是最早卖哈雷摩托车的 从地边小摊干起 干到511中国总代理 不管中国总代理 亚洲太平洋总代理 后来他骑摩托车撞伤了 撞伤了以后 又加上他家里有事 他就不再 不再当511中国的总代理了 嗯 下边这个 大校先生 大校先生是CCTV的 管技术的总工程师 每一次CCTV搞完大活动 从羽衣戴帽到帽子 你看我穿的这些装备 都是CCTV 邓大校自己制造的 哎 他们说的这话是很客气 那不管是511的总代理 哈利还是邓大校 跟我说话都您您的 为什么不是我地位高 不是我年龄大 是因为我虚心 每一件事我都要听别人的意见 嗯 等我消息 帽子和T恤不一样 不用那么急着预定 T恤通板印刷帽子 还有很多细节 你他妈就去一个印包装袋了 嗯 我就急了 你根本没懂我的意思 懂 预售 但不用那么急 就他妈是一商人 嗯 这时候啊 啊 慕尼黑的小女孩就哭了 吓哭了 说2018年暑假 看过上百家机器人工厂 在北京艺庄的展会 都是做人形科的 没有电子IT的技术含量 他又发了一哭的脸 这女孩能留学到德国 能在慕尼黑自己开公司 她不是简单的人啊 你以为她是印包装纸的呢 我就开始勃然大怒 我说 雪阳啊 就是慕尼黑这小女孩 我说我不是说你 除了玩中国人墙内的自信 自嗨 与互联网 与universe 风马牛 风马牛 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你们玩的都是墙内的 局域网 走过世界嘛 人家这小女孩都哭着都懂了 人家已经走到慕尼黑了 北京人 香港大学毕业 在慕尼黑工作 嗯 这小女孩跟我说 Peace Dark收到 我接着说 我跟我的粉丝是互动的 嗯 我关注你这做帽子的网鼠 微博一个月 你的微博就是个空壳 你什么也没发表过 我关注你 你都没关注我 我一共只关注57个人 这57个人 个个是响当当的 从战斗机小C 啊 做买卖做大的王石 啊 我们都是互粉 我关注他 他关注我 我浪费我一个名格 关注你一个月 你的微博都是个空壳 你不跟人互动 你开个假微博干嘛 啊 你一个月 你微博是个空的 你也没关注过我 所以我今天就取消关注你了 你做帽子就跟农民种地 一点不和世界接轨 你那种跟不跟世界接轨 闭门造车的产品 能是市场需要的吗 嗯 他说 我还在打磨产品 不用那么急着预售 定价也没有确认 连详情 什么做不了 一切有节奏 我 我就没再说话 我接着对其他的两个小孩说 定制物流 马斯科你一点都不沾 纯粹闭门造车等人买 我们不是简单的卖帽子 如果仅仅卖帽子 我就不会让沙盒上把微店关了 我始终和我的每一位粉丝一起生活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不是卖家 不是商人 也不是商家和买主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要叫合作社 为什么伟大领袖要说合作社 互肚足 我把纽约慕尼黑弄进来是要国际练兵 分子是普世的 不分年龄学养 不是你做好了帽子往他们头上扣 超级大国都知道有盖露普民意测验 你不跟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哥们一起商量商量 他们怎么想的吗 超级大国为什么要有盖露普 盖露普是民意测验 谷歌危机是工具书 你是百度用多了 百度不是工具书 百度是带路党 谁给他钱多 他就把他排前面 你顶多就见过511的帽子 他说他懂了 我说洋人卖车是把用户变成家人 把用户变成死党 我们好多那略智商人 是做人一把 赚钱坑人 一把一利索 我做帽子 是那句话 今天谁跟我 浴血奋战 今生勇士都是我的骨肉兄弟 今天谁跟我浴血奋战 今生勇士都是我的骨肉兄弟 打开这个看看我妈给我吵的 嘿 核桃 吃我的烧饼 吃我的烧饼 刮面 现在是2022年 12月1日 18点55分 看看人家礼记 是怎么做 是怎么做烧饼的 有关心 谢谢 有关心 不 吃 你 missed 不 这 发脾 发尽 有关心 。